秦始皇陵兵马俑,作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也是我国最古老,最珍贵的文物之一,现在还在被众多的科学家研究,价值非常的高,而且,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很多人都有去过那里,只要仔细看过那些兵马俑的人都知道,几乎每一个兵俑都不是一样的,里面的兵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面目表情也不一样,可以说是非常的神奇了,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在秦朝的时候,就流传着上层的贵族会使用活人和活物进行陪葬的传说。 因此,有很多人怀疑兵马俑是不是也是真人陪葬产生的,特别是在有的马俑发现是使用活体战买进行掩埋产生的时候,这个想法更加的强烈了,那么,是不是这会儿真的这些兵俑都是这样形成的呢? 在发掘兵马俑的时候,科学家就使用了先进的激光技术对兵俑镜像扫描,但是发现却是让人意外,兵俑内部竟然是空心的,而且,从很多的断裂的,坏掉的兵马俑中发现,这些兵俑同样也是空心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兵俑是使用真人烧制而成的说法呢? 最主要就是秦朝历史的那个时期,活体陪葬很多,让人以为秦始皇去世的时候肯定也有众多的人陪葬,实际上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这些兵马俑并不是活体烧制而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秦朝时期的雕刻技术太厉害了,当人们看到这么多的兵俑都有着不同的面部表情的时候,就认为这简直不可能是雕刻而成的, 从而想到了真人烧制而成,久而久之,这个说话就被传了出来,其实,作为秦始皇陵墓的守卫军,兵马俑,肯定都是集结了当时国内最前进的工匠进行制作的。 而他们拥有着超高技术,在根据真实士兵的相貌雕刻而成,才会呈现出现在的兵马俑的千人千面的样子,四大疑点,根据史料上面的描述,楚国时期的装扮十分简单, 而秦始皇陵当中的兵马俑的发型头饰均偏向的这样的装扮,而并非秦国时期士兵的形象,并且最值得一说的是,秦宣太后芈月正是楚国人。 第二个疑点,秦始皇是非常喜爱黑色的,史料曾记载,在众多朝代中,秦始皇曾热衷于黑色旗袍,甚至就连作为皇帝朝服都是黑色,而兵马俑的却是五颜六色。 作为战争年代,聪明的秦始皇应该能想到,士兵倘若统一着装,不仅能够增强士气,而且还能够区别敌军。 而第三个疑点,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曾经颁布许多统一的铁令,例如车同轨,书同文等等,而在墓穴当中,士兵所驾驭的马车的宽度完全不一样,这点显然是不符合秦始皇颁布的法令。 第四点,作为守护秦始皇的士兵,墓穴当中的兵马俑应该潮气蓬勃,然而根据专家研究发现,这些兵马俑除了着装之外,其他的并不符合秦朝士兵的规范。 殉葬制度 这样的殉葬制度虽然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废除,但这并不影响依旧有很多君主继续使用殉葬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私心。 秦二世暴力无道,数十万人性命于他而言,不过是一群贱民,赐他们陪葬秦始皇世恩,世上,这样的行为注定了大秦帝国的天下将在他的手里彻底消失。 历史上使用活人殉葬的制度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稍建好转,从直接赐死一个好端端的人陪葬,变成时候入皇陵陪葬,到了宋朝,由于一些边疆民族也有活人殉葬的传统。 所以又兴起了好一段时间,明清时期虽说没有让大面积的百姓军队陪葬,但后宫非平陪葬几乎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在数量上明显越来越少了,真正的活人殉葬制度实际上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结束的,这才结束了这长达几千年的荒唐的殉葬制度。 有些时候,古人的思维让人无法理解,因为我们是在科学教育之下长大的,本身对鬼神就没了曾经的敬畏之心,金银财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在我们眼里这些殉葬文化真的荒唐至极,无论是以人殉葬还是陪葬金银珠宝。 看起来都是无法理解的,但在古时候,无论皇亲国妻还是平民,有能力的一定会在死时带些什么一起陪葬的,这也许是亲人对死者的一种尊重,也是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可以过得舒心一些,长相不一兵马俑,难道是真人烧出来的? 在二十多年前的一部电影《中古今大战秦勇情》里,有一个让人非常惊讶的片段,那就主角张一谋外面被抹上了泥放在秦勇里面了,这样的爱情故事非常的感人,但是历史中的秦始皇兵马俑是不是真的用真人烧出来的呢? 第一点相信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兵马俑是秦始皇陪葬时候的军队,而且以前的一些皇帝用真人来陪葬一点都不奇怪,兵马俑是用来陪葬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马都是活着埋掉的,所以也就传出了秦勇也是用人做成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秦勇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最奇怪的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是长得相同的,所以就会有一些神奇的感觉。 就在把兵马俑挖出来的时候,专家们还给他做了CT,看到里面都是空心的,根本就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是把泥巴抹到人的身上烧出来的,还有一些秦勇时候很多人的破坏,有很多秦勇都坏掉了,而且从破的地方能看到,里面就是空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言呢? 可能是因为做出来的秦勇非常的真,而且每一个的长相都不一样,那个时候为了做出兵马俑,用到了全国所有的工匠,而且还没有规则的模板,秦始皇也只是给出了高度的数值,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秦朝的时候,法律是非常严格的,就算在城墙的砖上面都是刻上工匠的名字的。 更别说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了,所以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工匠能做出来的多少也是有限的,就和卢沟桥上的狮子差不多,还有就是,在做秦勇的时候,可能就是按照战斗力最厉害的士兵画像做出来的,如果这样的想法是真的,那这么多人长得不一样,就没有那么奇怪了。 出土兵马俑身上刻了一个奇怪的字,皮,当时在兵马俑身上,发现刻了一些奇怪的字,有一个字经考古学家确诊为皮字,也有一些专家认为,不是一个字,而是两个字。 古文字专家段希仲教授,就认为是两个字,左边的字是月,右边的字是米,合起来就是月米,古人的字是从右向左读的,这两个字就是米月,这也是电视剧中把宣太后的名字叫做米月的原因, 这也是兵马俑被认为是秦宣太后陪葬品的理由之一,史书明确记载了秦始皇刚刚当上秦王时,就在离山开山凿洞,准备修建陵墓,等到他统一天下的时候,把全国七十多万行徒送到离山修建,把隧道一直挖到有水的地方,然后用铜峰固,陵墓中有纺制的宫殿。 房屋和各种奇珍异宝,还有带机关的弩箭,有人靠近就射向目标,陵墓中有水银制作的千川百溪和江河大海,使用机关让这些水银和互相连通,陵墓中还有仿造的日月星辰,还有娃娃鱼的织房制作的油灯,很长时间都不会熄灭,秦始皇的陵墓从他刚当上秦王开始,一直修建到他去世的一年之后,才真正关闭, 一共修建了37年时间,下令关闭陵墓的是秦二世胡亥,关闭陵墓时,有很多工匠和奴隶被关在其中,但史记没有提到兵马俑,从后来的考古来看。 整个秦始皇陵墓的占地面积达到56.25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故宫的大小,可见规模之大,现在来论证一下兵马俑到底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还是秦宣太后的,在期末时期兵马俑就已经遭到了破坏, 很多的兵马俑已经被打碎了,从碎的地方可以看出来,兵马俑里面是空的,并不像人们所说的是用活人做的,那为什么说兵马俑每个都不一样,并且像活的一样栩栩如生?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古代这些全国各地工匠制作兵马俑的时候没有太过统一和标准化的模具进行制作。 所以呈现出现出现在这种百花齐放的盛宴也不足为奇,当然了,还有人猜测,当时烧制兵马俑时候,所有的形象都是根据军队士兵的肖像做出来的,这样的也可以解释得通。 艺术 鷹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